不是给我们 这个钱是 这个里面要老人关怀什么 我们都把人家交出去就好了 只是说我给他讲 你写十块就好了 没了 我现在三十万 无优好 你怎么说话 因为我认为 你叫人家写多 我相信你们在赚钱 我只是说你这样说 但是我这一次去 试水办短期出家 因为他们叫我单子 我没有 我说你就知道就好 你就投进去 到时候他们钱 他们会帮你分配 但是后来 他们都觉得有超度 甚至去问了 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好 那各位以后 你的亲戚朋友 所以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那当然你可以变成 五十种功德 随便你 只是说你要在会计那边 交一块一块 那不烦死 但是问题是 写在这边 美式法会 统夸来这个功德箱 有两万块 就全部把它分配完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 共享功德 这样有利吗 我不是你给他 过去乖金 因为我实践了两年 很有效用 我每次洗完这个牌位 我就会马上传给帮我看 他现在很有信心 哇师父你很会超度 我说是用钱堆起来的 我有经验 因为先给他做完 然后再给他念经 他很高兴 对不对 我都是先给他归影 然后我帮你造佛像 融入功德海 融入造佛像 建佛塔 帮助老人 我都念给他听 如果有时间 如果没时间 我就我帮你做 我全部都帮你做 这样 三十二项功德 加念佛 往生净土 去啊 只要他有信心 信愿 就耶和佛结 信愿 我们负责做功德 阿弥陀佛负得结 对不对 事情就改过了 所以 只是我 认为这样 对自己平常 可以修很多悲心 就这个意思吧 这里面 当然我们还可以改 要加什么 要加什么 然后只是大家 这些会计单位 他们要公平的 全部把它分完了 所以 等于这些往生者 现世者 什么功德都做到了 全部再多 有这个心意就好了 好 我们回乡一下 来 愿意持功德 受持报官在结 甘露失实 食供养功德 药师焉供功德 替身多骂功德 革西修大威德超度法功德 供养舍拉茄佛学院功德 放生护身功德 读诵慈悲法语功德 读诵大秤经典功德 大众所做 过去与做 今日与做 未来将做 身口意 各项功德 朴皆随喜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游建文哲 西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无尽的期望 我们无尽的期望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2月11号星期二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八观灾界 点万灯 共水 互生 祭甘露诗诗 连的电话 03-989-9319 敬邀石方大德 勇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Putin 儿子 小幕房 Gente 记得 卓智 辄 田 青 擦 LU 我 下一站 长青路 Next stop 长青路 你们知道吗 早上在菜市场 跟隔壁的张太太陈妈妈聊天 他们说 有人陈太给我 说是刑警队的紧急通知 说后有人会故意靠近你 来推销什么 虎丸肉丸要让你评评 其实是一种迷幻药 闻到了会离开闻到 然后身上值钱的东西 都会被拿走 好可怕喔 我是听说 如果被歹徒抓去提款机提款 只要把银行密码倒着输入 提款机就会通知警察 你们赶快记起来 也跟大家说 以防万一喔 现在的诈骗集团好恐怖 这些消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辉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诈骗话术 这很可能是电信诈漆的陷阱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 透过电话 网络和简讯的方式 发布虚假信息 设置骗局 对受害人实施远程 非接触式诈骗 又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转账 进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至于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至于常见的诈骗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就我们实物上办案经验而言 有下列三种 第一个就是网络谣言 什么叫网络谣言呢 就是诈骗集团 它会利用网络来散布一些不实的讯息 透过被害者去操作这个网络 或者是点选操作这个手机 然后达到骗取被害人钱财的一个目的 甚至把被害人的各自 也一定的把它给窃取到 那第二个就是冒充身份 冒充身份就是诈骗集团 它会冒充被害人的亲友 比如说我们之前常常听到的案例 像是说冒充被害人他的家人被绑架 或者是说他的亲人发生重病 发生交通意外 那现在呢 最常见的呢 就是冒充我们的司法检调单位 说被害人呢 它涉及到洗钱房子 然后有利用侦查不公开的这些模式呢 来达到骗取被害人钱财的目的 那第三呢 就是网络交易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 都利用网络平台来做购物 来做交易 那诈骗集团也利用网络交易这个平台 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三种网络诈骗的模式 咦 这么老梗的诈骗手法 还有人会相信吗 以上介绍的这些诈骗手法 虽然听起来已经是老梗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受骗 以下呢 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我们也为 中性的老农 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他在家里面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自称是台北某医院打来给他 就是说他的健保卡被人家冒用 然后呢 他的那个就是涉及到有这个洗钱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那这个诈骗集团呢 他除了第一通电话打给这位老农 这样跟他讲之外呢 接着就马上用第二通电话来说 你的这个资料呢 已经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洗事局 已经开始给你控管了 你的账户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被监管 那我们这位老农一听就更紧张了 那这个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这种多角色 多身份的一个手法呢 让这个被害人的信以为真 老农就是一直坚信着这个诈骗集团给他的一个指示呢 就一句话都不讲 就乖乖地把这些行程所辛苦存下的这些积蓄呢 把他提领出来 然后就照指示交给到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手 让他给领走了 所以说从以上的案例我们就知道 诈骗集团 他现在就是利用人们对这个施法的整个程序的 不了解跟陌生 在这个慌张没有可以询问的对象的时候 就一路接受诈骗集团的指示 然后把自己的钱财给 诈骗集团给盗领走了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种 利用假检警真诈骗的一个犯罪模式 所以请各位观众 千万不要轻忽这些电信诈骗 没错 如果遇到诈骗的话 请一定要保持冷静 并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 另外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也有针对这个反诈骗 有制作了一个APP的应用程式 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 提供我们民众在反诈骗这些讯息 多元的一个广告 那遇到诈骗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不用担心 我有下载刑事警察局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最新推出的165反诈骗APP 里面有提供网路调言比对 不如我们来查查看吧 妈你看165辟谣专区曾经过了 你刚刚说的刑警队的讯息是假的 倒着输入银行密码也是调言哦 经过证实是没用的 不要再转传了 真的吗 我明天要去市场 跟张太太陈妈妈说 叫他们不要再传网路谣言了 而且也要叫他们下载165反诈骗APP 来确认听到的网路谣言 对了孩子的妈 那个阿清传赖给我 说最近生意周转不灵 要跟咱们借30万周转一下 他把账户赖给我了 你明天去银行汇一下钱吧 这么多年老朋友了 爸 你确定这个是阿清叔叔吗 你有跟他本人联络到吗 你看 这个LINE显示是阿清没错吧 这可能是诈骗讯息哦 你看165反诈骗APP里的最新诈骗快讯 里面有一则 诈骗集团入侵被害人的通讯软体诈号 让被害人误以为对方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后 借故请被害人帮忙汇款进行诈骗 警方提醒民众如果接获提到借钱的讯息 千万不要只凭电话或讯息中的三言两语就相信 应该要直接跟本人联络啦 或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 你千万不要上当了 哎呦喂啊 好险有165反诈骗APP告诉我们最新诈骗快讯 否则啊 我跟你妈的退休金啊 就不保了 哎 弟弟啊 你怎么不吃饭一直在玩手机啊 哎呦 就那个网路游戏啊 前几天有个玩家说我可以用三千元买到雷神之锤 可是我汇款好多天了都没有把宝物给我 现在还找不到他的账号了啦 可恶 啊 玩家先用低价吸引你上当 叫你汇款后就消失 你一定是被诈骗了啦 什么 那怎么办才好 165反诈骗APP有线上报案填写的功能哦 只要从我要报案进去输入你的基本资料及被诈骗的相关资讯 可以快速完成初步报案 还有可以用预置笔录先行输入诈骗发生过程 然后再去派出所完成报案手续 就不用花太多在派出所等待的时间哦 哎呀 还好姐姐下载了165反诈骗APP 不然我们全家就要变成阿呆一家人了 尤其是你弟弟 不要吓我了啦 待会陪我去完成报案手续吧 立即下载165反诈骗APP 165是您反诈骗的守门员 下载165安全靠我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